今年可能没有 iPhone SE 3 了吗 iPhone SE 3 或者是 iPhone SE Plus 这个新闻是一个很多人一直在询问 一直在私讯我的一个新闻 去年 iPhone SE 2 推出的时候 其实是让满多人满惊讶的 因为我们先前期待的就是这种平价机 不太可能会配上一个最新的处理器 基本上就是前年旗舰机的处理器 它把它放在一个小型 有点像是 iPhone 8 这种机身里面 其实它里面还是有点小更洞 可是基本上它跟 iPhone 8 尺寸一样 然后相机方面它的模组有一点点小改 但你看到的拍摄效果当然是不会一样 因为它有 A13 的加持 所以它效果呈现出来 演算法当然是都会进步很多 那 iPhone SE 2 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机种 先前讲到 iPhone 12 mini 销量的时候没有看到 就算在去年底 iPhone 12 全系列都上市之后 iPhone SE 2 的销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也因为这样很多人期待 会不会今年也推出 iPhone SE 2 的后续机种 其实关于这个消息 去年底有大致传出来一些 那有几种不同的讲法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月底左右 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 这边就直接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们不想听那些细节的话 就是说我这边也还没有很确定的答案 如果你想听一些细节 一些消息来源跟我怎么讲的话 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好喜欢这类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 好目前传闻的差异性都非常大 我觉得都已经快2月了 以去年的周期来说 应该是大概4月左右会上市 照理来讲啦 如果是一个剩两三个月要上市的一台手机 到这个时间点都应该有更多更确定的消息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 也直到现在很多不同的爆料来源 都还在一个可能有可能没有的阶段 那你也看到像是Russ Young 然后还有郭敏奇分析师 他们都说今年不会有 iPhone SE 2的后续击中 那当然就是他们过去准度算高 可是也不代表说他们都是100%正确 在一些时间点上面 他们也是可能会有差异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可能性会是什么 OK 那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去年iPhone 12全系列都延后推出 那当然iPhone 12整体的价差 就算是最便宜的mini跟SE 2 还是有段差距 可是你如果看看在iPhone 12系列推出后 降价的XR还有XE的价格的话 它跟SE 2的价格就比较接近一点 那如果今年要推出的是 SE 2后续的机种的话 那它势必要配上A14的处理器嘛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势必就直接对达到 现在还存在的XR还有XE 因为以去年底的销量看来 SE 2、XR、XE 它们的销量都还是非常强劲 都还是超越iPhone 12 mini 所以这个代表苹果基本上 以这三支这样的布局来讲 它就在平价的手机市场里面 吃到不少的甜头 那以我看法我也觉得说 可以乘生追击再推出一个 评价的A14晶片的手机 然后进而更去打击到 今年Android评价的市场 那或许以评估的角度来讲 它会觉得SE 2 然后加上XR11的总销量 已经达到它们的预期 或是甚至超乎它们的预期 这样或许SE 2不用是一个 每年更新的产品 它可以是两年更新一次的一个周期 好那关于SE 2+,SE 3 这个总共的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消息来源 我们这边大概整理一下 第一个说法是说今年不会推出SE 3 那就是说连SE 2 的Plus 版本都没有 就持续卖去年的SE 2 加上降价版的XR还有11 这样让利润最大化 然后也不用害怕去吃到这些手机的市场 那也甚至是吃到iPhone 12 mini 的市场 因为毕竟放了一个A14的晶片 会让XR 11显得更没有价值 好那第二推出iPhone SE Plus 但是一样放进A13晶片 只是多了一个机型炒作一波 那可以借由这个新尺寸来带动一个新的话题 所以它们就可以以不用真正推出新手机的方式 只是一个新的Plus 版本的机型 那尺寸上也可以照着先前8Plus的尺寸 所以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大一点的萤幕 给需要买评价手机的人多一个选择 好那第三推出SE 3 然后沿用XR的设计 但没有Face ID 只有Touch ID 那就有点像iPad Air的侧边指纹解锁键一样 那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比较知道的消息是说 有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那一个就是像先前8Plus那种机型嘛 它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指纹解锁键在下面 那它就只是一个Plus的版本 整体的设计还是不会变 就有点延续像iPhone SE 2那种方式 那第二种机型就是像iPhone XR 这种旧的机型 那它里面还是LCD的萤幕 可是会配上指纹解锁键在侧边 可是它上面Face ID的开孔 跟这个流感还是会在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说这样到底是 感觉起来是有点冲突啦 因为如果你还是留着那个刘海的尺寸 然后没有Face ID 那如果你又有Face ID又有指纹解锁 感觉起来又达到现在的旗舰机型 因为指纹解锁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都满需要的 OK 那我自己怎么想 我自己虽然不是这个机型的主要的客户啦 就是我可能也不会真的买台自己 当成主力机使用 可能就是买来评测或是当备用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一个平价款的手机 以它的价格加上一个最新的处理器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某方面来说这也增加了一般 我们对平价手机这种周期很短的这种硬性 你放进一个最新的晶片 我们就以去年的A13来讲 它至少可以再支援4到5年左右的iOS版本更新 所以这个以平价手机的客户来讲 是一个非常实惠的选择 因为其实他们就是一群不太需要常常换手机 那手机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一个 可能讲电话啊 一些简单的收讯的这些功能 那以苹果方面来讲 他们自家的处理器在比如说 这一年有新的旗舰机 整体上市的时候 他们今天要大量订购这个A13或A14的处理器 那在隔一年之后他们沿用这样的处理器 然后放到他们的平价手机里面 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满省成本 满实惠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也至少跟很多Android的厂商比起来的话 就是这个处理器是他们自家设计 然后基本上也算是他们委托台积电生产 可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产线包下来 所以在成本上面他们相对来讲跟很多Android厂 他们需要去跟其他公司去购买处理器的方式 比起来的话成本是低非常多的 所以这种模式在Android市场目前是看不到的 那苹果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再来如果Samsung或什么 他们有开始自己推出自己很强效的处理器之后 也放到自己评价手机上面 这个相对来讲就会有一个竞争对手 可是以目前现在现况来讲 是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认为今年应该是可以持续用这样的战术 至少再测试一年 因为如果说你担心到会影响到旗舰机的销售量来讲 虽然以去年的iPhone 12 看起来是没有被SE2影响到 那可能iPhone 12 mini 可是至少其他三支都还是卖得非常好 当然因为去年iPhone 12是一个大改款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它就崇高它的售量 可是我觉得苹果以今年来讲 比如说今年的iPhone 12s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小的变动 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测试出 如果出了SE3 对今年iPhone 12s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方式 但当然我也不知道苹果或许有精算过 觉得说今年的是一个小改款的旗舰机 那如果再出了一个SE3 可能就会直接打到 这个部分就要看苹果自己怎么去精算这个 那在设计上的话我希望看到的改变 应该说整体iPhone设计的改变 我反而不太希望看到像先前SE2 或是再出一个一样的SE2 Plus这样子 我比较希望它就整体更新到现在 目前这种全萤幕的设计配上刘海 我知道指纹解锁是很多人依赖的一个东西 那它可以把指纹解锁放在侧面吗 所以我觉得最完美的方式可能 如果一个平价版的手机 可能就是像iPhone 12 mini那样的尺寸 然后配上最新的处理器 然后侧边指纹解锁 然后可能单颗镜头 那单颗镜头的话它里面空间省下来 还可以再放入一个更大的电池 基本上就满足大部分评价手机使用者的需求 这个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最理想的方式 若真的这样出来又会更冲击到 iPhone 12 mini的销量 反正本来也卖不好 或许应该我们再来看看 它们今年会怎么做吧 OK 好那今天的问题想问大家就是说 你们觉得今年会有iPhone SE三代吗 或者是SE2 Plus 如果没有的话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 如果有的话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设计 你们希望看到是什么样的设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现实来讲 苹果会以什么样的设计来推出iPhone SE三 好那你们如果有什么其他消息想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像上次留言很多人分享一些内幕消息 也或者是你们不想要直接分享出来 想要匿名分享的话也可以 私讯我到我的IG跟我的Twitter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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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